《黑色茶几》配皮製休闲耳 和对面电视场音响组合等 色调风格一致 今次我们设计的主题是重拾 你会看到它是比较木权围 但其实是在它旧底的单位里面 也会出现过 但我们重新规规到空间里面 将它本身很集乱的东西 或者空间不是那么容易滲用的位置 我们重新改善了它就重新再用过 大部分傢俬靠边摆放 尽量腾出中间位置 好像大门两边分别有两组柜 这边以玻璃并麻剂的是展示柜 平滑通透和粗草材质形成强烈对比 电视场亦暗藏藤麻物料 在厅的空间里面 其实你会看到它有不同的物料 首先你会看到地下有一个正方形的木地砖 在柜里面 其实你会看到一只人手做出来的 日式的一些墙布 那墙布里面有一些藤 有些麻的元素 它融合了出去 去做一个墙布 那我们就做了一些当眼的位置 令到整个空间里面 在木的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点缀 饭厅一张云石餐桌 是设计师精心挑选 可以区分空间 亦跟喇叭摆设 柴机等连贯 单位510多尺 一个人住 厨房稍微移出 扩大空间 走廊灯光偏暗 设计以深浅木色配搭 一边银墙拆走 改装屏风 以木条和和纸胶片 砌出带有日式味道的图案 屏风另一边是主人房 以同样手发装饰 在床背暗花软墊和灯色 襯托下 令整个空间更有味道 配合我们的主体 是重担 因为其实它们本身 在一间房里 它们都是一个很浅色的感觉 在床背位置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 日本的歪路布料 你会看到它有少少 像黑色的金色的花叶 也会在很白的空间 有一个很突出的感觉 主人房和另一间小房 打通二成 再以一个高度和窗边 乘一水平的地柜 画出两个部分 进入房的位置 其实在左边的位置 就是一个沉室 其实你看到 在中间的位置 我们加了一个中空的电子架 这样就可以一个旋转的位置 多一个电视货床 就可以照对它 当然在上去另一边看 我们就可以移动过去 另一边是开放式的衣帽间 和多用途位置 地台升高 铺上榻榻米 翼摆幼红酒柜 浴室空间推倒重来 浴缸改到另一边 浴缸改到另一边 做了一个可以坐下洗澡的位置 木色天花 墙身 和墨沙面云石 以及淡黄色瓷砖配合起来 减造日式风吕效果 减造日式风吕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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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